我們把踢腳 牆壁講完了 把踢腳講一講 踢腳其實 肌部的壁板跟其他平板 可以讓他感覺空間上的協調性 我們剛剛不是看了一張那個試運主場館 你看踢腳 踢腳的感覺讓你很舒服 如果沒有這個踢腳 感覺牆壁沒有做完的感覺 所以踢腳是裝修裡面很重要的一環 所以同學不要小看他 那繼續再看到這邊 那牆面跟天花板都是弧形的 這樣的空間看起來協和度比較好 空間不會那麼狹小 因為空間越狹小 那個邊邊的協和度做起來會很舒服 你注意看那個汽車 汽車的平頂跟他的車窗 是等於牆壁嗎 他的街角是弧形的 你有沒有注意到 汽車的地板跟汽車的車門就牆壁嗎 也是弧形的交接 你有注意到嗎 所以汽車的空間事實上是很小的 可是在裡面的感覺就不會很狹隘 這是因為他在直角的地方全部導成圓角 如果家裡面很小的話 就靠天花板的四條 修掉這個直角的東西 會讓空間感覺不會那麼的狹隘 這跟各位講這幾錢沒幹 那你看這是牆壁壁板 多方 有沒有 前面剛剛講一個嗎 這樣的做法 他可以肌部的牆壁跟其他平板 減少乎內牆面的垂直尺度 看起來不會覺得 我這邊好大的片 是這樣的感覺而已 跟上面牆壁解決這個問題而已 你看牆壁做這樣 有沒有 這邊大概腰牆90公分左右 這一塊大概12公分 所以做一個這樣的壁板 然後再做裝飾 那這邊是有時候頂棚的地方 跟頂棚的線角 有的時候突出來有做凹進去的 面材做完他凹一個是孔 我個人比較傾向於做這種 為什麼呢 不會積灰塵 這個會積灰塵 但這個如果放個光會很漂亮 可是灰塵不好修整 底下要凹進去就不一樣 這凸式做法這是凹式做法 那這個是牆壁的線角 他用固定片放在線角上面 那踢腳板地平跟牆的收邊材料 那用於整理清潔防塵防腐 常用的是石木盒板 水泥粉刷石材塑膠成品 大概就這四大類 這是木材的踢腳 他裡面要砍木磚釘進去 你看右上角這張圖片 然後這個是固定 這一塊是墊木 有叫墊片 這是絞金 木磚 木磚就一塊木頭的東西 玉埋在牆壁裡面 然後釘的時候可以在這邊 釘子可以吃進去 OK 那轉角要用一些什麼插銷 鐵片插銷45度打下去 它才不會什麼 材質會壓出來 好 這各位大家看一下 那這個是木踢腳的板 的翔圖 你看這個就是木 這是木磚 這是釘子 這是電材 電片 那這是木地板 這是那個木踢腳 所以我們在畫踢腳的時候 有時候在POINT的時候 畫到這邊畫這樣會凸一塊出來 是因為是這個厚度 我記得我在畫樓梯的時候跟各位講 到這邊 縮起來 這塊我都畫習慣上12到15公分 高度 這個高度大概12到15公分 那這邊有時候看它留 幾分旁 倒一個圓角 3米 9分呢 不一定 不等 好 那這是不同的踢腳牆壁收邊的情形 有看木金 每一張圖都不用 這六張圖的方式 那這石材踢腳 高檔一點做石材 低檔一點做磁磚 但是要選得好 選不好看起來很突兀 好 那磁磚的部分 它用一些砍縫材料 因為不同材質 不可能直接連在一起 它有熱脹冷縮的問題 那這是PVC的踢腳板 你看裡面也是中空的 PVC 它本身是有個掛件 這是同一個掛件 它這樣到這邊是同一個 那這一個是外面這掛件 這整個扣上去 你看這一個 這樣一個這樣這樣 扣下去而已 這是塑膠踢腳 先把這個釘進去 底座釘進去 然後塑膠條扣上去就可以了 有沒有看到 這是扣上去的 PVC的並不是釘的 OK 好吧 那這個是踢腳部分的施工 那我們來交代一下 那我們來交代一下 那我們來交代一下